双方可以说是技术都非常全面的运动员 那么可是从打的情况来看呢 今天这个李崇伟呢 显得一方面就是说场上事物比较多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自己的一些东西打不出来 我觉得会不会真的因为抱着在同样的底线出解 好球 这也是曹菲队 显得显示他这个反击的对对 反击的这个能力 对 他每每像突然之间这一爆发出来的力量 丁确真的是相当不错 对 很明显就是不跟他打这种平抽的 挡网或者打这个后场 没想到本来已经之前这么被动 但居然这时候呢 反拍让他呢能够做出一板的反击 看这个反拍爆发出来这力道呢 可以做出一板的下压 来得非常突然 对 所以这也是曹菲队他这个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能力实力呢 所以给他带来的一个 好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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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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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陶菲克被印度逃退的那场比赛 很多观众都没有看到 那么在比赛之后 印度的黑马斯里达尔他就介绍 当时从比赛看的情况也是这样 他的策略非常明确 就是主要以控制 这一局对李宗伟来说比较有利 因为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 挽回了这个赛点 而且从体力上面 他比陶菲克要有优势 观众们朋友们可以看得到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 你看他这个球质量相当高 他这个反手的能力相当强 半球赛里面呢 看见很多欧洲的选手也上来了 包括在男子单打的皮特给对乔纳森 男子单打方面 刚才看到混合窗打 克拉克克罗格又战胜了 维迪安托跟纳西尔 率先进入到决赛 而等一下了 拉斯姆森会对谢信芳 那么也就是说半决赛里面呢 欧洲的选手也出了很多 卡菲克这几拍拉的点非常开 全是大对角 对 现在双方呢 都是还是要注意一下球的质量 就是说在特别是拉掉 你看 看卡菲克这种底线的一个 就是说他被动接杀 他能把球回到对角底线去 让他手腕这个动作 彤雍森输给了谢信芳 你看李宗伟这个已经抢得很好了 往前已经抢到主动了 没想到陶菲克一个反手 又是能够在被动的情况下 看看慢进 一个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把球打到对方的 弹到对方的后场 还能过渡到中路 高枝岛两次了 两次了 两次了 老费哥就显示出他的这个手上 一是会在战胜参加军 在北京尼蓬的军 要做得更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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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